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超級大 在我右邊有籃球場 前面有網球場 那邊有棒球場, 極度大 這裡有一個洗手間很出名 它叫智能洗手間 在全L.A.有16個廁所 這個公園裡的智能洗手間有多厲害 它是全自動化的 每30個人用完之後 它就會自動清洗一次的環境 然後你拿洗手間的時候 又是自動化 衝刺當然是自動化 而且它會限制 每個人只能使用10分鐘而已 那扇門就會自動打開 這個廁所有多厲害呢? 聽說價錢就很厲害了 因為它用了40萬美金來興建 每年需要用13萬美金來維修 馬上去體驗一下 好, 那就來到洗手間的門口了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 因為它有不同的按鈕 如果綠色燈, 代表裡面沒有人使用 黃色燈就是有人 紅色燈就是洗手間關掉 這個藍藍色的標誌 就是它裡面正在清洗的意思 它裡面不錯 我猜有給媽媽幫忙換尿片的床 有女性用品, 即是扔垃圾的地方 好, 它有寫明的 就是每人限用10分鐘 不如我們現在嘗試進去 這個不用觸碰, 我猜就這樣 是不是這樣就打開了 要觸碰, 要觸碰, 這樣嗎 現在的不用觸碰 好了, 很髒 所以要戴口罩 我覺得很髒, 它會關門嗎 味道… 好, 接著地上很垃圾 好, 我們進去吧, 好嗎? 只為了你而已 不要, 我不知道自己一個 人去公司, 我去公司 今晚10時半, 給予TV